來 吃吃我呢 由台中市文化局副局長曾能廳 與葫蘆敦文化中心主任 一同公布決賽的迴力標現行的圖案 正式宣告第28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化比賽決賽展開 而從10萬多名選手中脫穎而出的420位小朋友 也聚在葫蘆敦文化中心現場挑戰兩小時即興創作 一個簡單的這個圖形 小朋友就根據這樣的一個圖形來做他們的一個繪畫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那麼他們的繪畫有相當無限的這些想像 不是我們成人所能夠去限制到的 他們在現場用到這樣的一個基礎來進行到他們作品的一些發揮 相當的精彩 拿起畫筆延伸想像 小朋友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把一個小小的線形圖案 變成畫中的主角或是零件 令許多評審老師在評分時都驚訝地說到 參賽選手的美學素養一屆比一屆還要厲害 中年級的童趣比較十足然後很活潑 色彩的應用構圖也都很好 但是到了五六年級 它表達的豐富的想像力以外 更增加了非常純熟非常熟練的技巧 孩子們其實都有一些準備 所以他們心底上面的那個基底已經打得夠高 所以往上跳的那個情況 通常也會比我們預期的更好 所以今年其實是很精彩的 這個由他們創作出來的作品 可以看出小朋友平時對周遭環境整個觀察的一個細膩度 是非常細心的 那他們可以結合整個 將畫質中的圖形跟線條 結合整個周遭環境 然後將整個畫作來完成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由於聯想畫參賽的學生眾多 主辦單位也在戶外 安排了街頭藝人電影《三太子》等演出 讓親子觀賞同樂 希望藉由聯想畫比賽 來激發孩子們的創意想像力 透過畫質傳遞他們自身的想法 以及對環境的感受 展現他們成真豐沛的情感